前天给大家解说了清荣和加索的solo赛 在同一天清荣也和小南进行了solo 比赛同样非常精彩 一起来看这场对局 开局清荣细节二技能打第二个兵 再一扇子把第一个兵打残 被动忍风同时补掉两个兵之后升到二级 然后对着一级的小南一顿输出 虽然小南回到了塔下 但清荣还是一个被动接二技能 拿到一血 四级的节点清荣又用了同样的招数 把三个小兵都打成残血 一个被动全部清掉 然后果断大闪月塔把小南打残 但小南的反应也很快 闪现躲了清荣的扇子 并且迅速放出傀儡 换位之后二技能打满了伤害 但还是被清荣一个扇子收掉了 最后一波清荣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元哥放出傀儡想要清兵 清荣直接二技能接大闪 瞬间将小南带走 拿到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第一局的小南 显然没有进入状态 第二局清荣二级的套路没有奏效 三级时清荣果断出击 但小南也不甘示弱 放出傀儡反打 反而占据了血量优势 随着清荣又一个扇子命中 他已经动了杀心 但清荣二扇出现了失误 小南在塔下反杀 拿到一血 清荣刚复活 看到小南正在吃自己的血包 肯定不能忍 直接一技能踢上去 但是扇子没中 并且这时候清荣还没到四级 小南放出傀儡换位 打满二技能 两人都没技能了 只能用平A对拼 清荣就这样被小南活活A死 0比2落后的清荣 还是敢打敢拼 时间来到三分钟 清荣一技能打先手 小南放出傀儡反打 清荣利用被动忍风 推了一下傀儡 等到小南本体过来之后 大招打满了伤害 并且规避了小南的二三技能 再借一个被动加二技能 直接带走 直接来到四分钟 清荣一技能起手 小南大招躲避控制的同时 还放出了傀儡 但小南收回傀儡之后 二闪预判草丛失败 这也给了清荣机会 直接一波大闪接忍风二技能 再度扳回一城 这个时候清荣的经济 已经完成了反超 他也以为自己要赢了 但最后一波 小南绝地反击 清荣一技能被小南大招 规避了控制 而二技能和大招 都打在了傀儡身上 小南利用傀儡的控制 完成反杀 赢下清荣一局 进入决胜局 双方都比较谨慎 一直到清荣四级 才展开了第一波交锋 清荣一三连招 打残原割 但扇子打在了傀儡身上 小南用傀儡追击 清荣将傀儡击杀之后 两人都没有再动手 直接来到三分半 清荣扇子接一技能 打残小南 拉扯了一波之后 小南假装回城 但清荣又是一扇子命中 小南已经残血 但小南还是不想放弃兵线 清荣看到了小南本体 果断大招直接带走 当复活的小南想拼一波 直接二闪起手 但清荣的操作 行云流水 2A31一套带走 没有任何托尼带水的动作 看到防御塔已经残血 清荣也没有再给任何机会 推塔结束游戏 以2比1的比分 战胜了小南 清荣的活5确实强 但小南能够赢下清荣一局 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真的是手法拉满的对局了